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更新一个养残的日常 那么在上一个视频里边也是说了啊,这一次呢是好几个给我寄的 一部分已经孵化了残宝宝,还有一部分没有孵化的卵 那么对于我本人来说呢,还是对卵比较兴趣啊,玩蛋嘛,对吧,非常开心 那么说到这些卵呢,有好多品种啊,一会给大家看一下都哪个孵化了 因为我也是刚刚看了盒子一带,发现里边有东西在动啊,才发现它们原来是孵出来了 那么残宝宝小时候,特别小又黑又小的,像小蚂一样 哎,当养了几周之后长大了,特别大,像大白蛆一样,贼劲性感 好啦,然后把它们拿出来啊,看看是哪个品种服出来了 因为这些残卵,它是那种带斑纹的残啊,比如说那个黑虎啊,黑地儿白花的 然后还有那个斑马呀,是那个白地儿黑条纹的 然后还有那个那个那个茶斑啊 是白地儿上面长黑点的,是我最喜欢的那个品种,很漂亮 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这张纸上好像是那个 黑虎啊,对,这个没有错,这是那种全身黑色,然后长着白蹄儿的那种残 我也是很喜欢这个品种啊,黑的 尤其是那种黑的特别纯粹的啊,非常漂亮 那我这朋友给我记得也是他 悬育了好几千年,然后得到这个品种啊,提纯了N多代 好啦,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下一张纸 那这张纸上字啊,我是认了好久 最后认出来了啊,是绿斑马,对吧 这个不但是斑马,而且非常富有力量的绿 你的绿色的已经特别好养 行,我就搞一点yes给他们啊 其实惨吧,你说他 其实不值两千啊,这个东西很便宜 但是呢,他 如果是品种不纯正的话啊 比如说黑虎,他就没有那么黑,没有那么虎 你要是斑马的话,他可能就 没有那么绿,没有那么性感啊 所以说,不管是在哪一个领域吧 都是需要有这么一群人啊,他们在 可以说是在奉献,也可以说是 玩的比较精,玩的比较透 这个时候呢,才能让这些东西啊,变得越来越好 嗯,因为在白天的时候发现 孵化量不是特别大,然后呢 也是等了大半天 在当天的深夜发现这个 原谅他版本的斑马蚕是已经孵化的非常多了 那么上回输车道啊,我也是非常愿意把我的这个 非常牛逼的大老朋友分享给大家 那么他也是这个残巴的大巴主 然后也是中国 玩关上残,玩的非常溜的一个朋友了 真心喜欢这个东西的人 有淘宝店啊,叫清新玉蚕 然后想一起养的朋友可以一起来一杯了 之前呢 嗯,他非得给那些乱七八糟的品种 他懒啊,非得整那么大礼包 什么各种珍贵的好的品种 他都想放在一个里面出雾,然后省他麻烦 那订三十块钱 我说这是精神病啊,对吧 谁三十块钱去买残呢 反正我可能会去买啊 因为本来我也不是什么正常人 然后后来让他分了一下啊 现在最便宜的有十块钱包邮的 9块9,9块9毛9999 牛腾和我一起养养残了 然后还有贵点选项啊 大家可以自行选择 就各种各样的品种啊 什么都能养得到 那么现在这个操作呢 可能有好多朋友看着着急啊 我也是,我又回想起这个 好像是前年第一次养残的时候 那时候 年少轻狂啊 我还是一个非常单纯 非常非常纯洁的一个少年 那个时候我也是不懂 拿那个牙签还是啥的 一个一个把小残往下扒了 然后那个时候有好多朋友说啊 这些要什么鹅毛对吧 要那个羽毛往下扒了 最后我发现 道理我都懂啊 但是你们说 正常人家谁能有那个玩意啊 对吧 毛什么都有啊 这鹅毛可能有点难为人了啊 这个真没有 最后算了吧 还是用这个比较老的方法啊 虽然可能效率贼疾而低 但是 手法还是可以的啊 只要手法好 没有毛也是可以接受的 用牙签一个个人往下扒了吧 反正这个 活好弄不死啊 你看小残都非常健康的 给他弄到叶子上面了 这一次的叶子 没剖偏了啊 我 傻了 然后买错了 买到那个正常大餐吃的叶子了 其实小残大家养的话 最好买一点那种 就是嫩的啊 小残配小叶 大残配 配那个 老叶 这个叶子比较老 不过没有关系啊 即使弄错了 小残也是可以吃的 只是可能说这个叶子比较硬 比较肺牙啊 给小残的牙崩飞了 可能不太好 行 那么我们来对比一下吧 就是 大概 大半天之前 孵化出来的 第一批 小残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些小残呢 左边 是之前孵化出来的一点点 然后右边呢 是刚刚扒了下来的 我们可以看到啊 在 这么短的时间内 这个小残就把叶子 啊 现在还不能啃出洞 但是已经啃了 一块一块的了 不过 大小也能看出来 已经长大了一点点啊 其实这个东西 就是这么神奇 等到再过一周 再过两周 反正这些小黑虫 慢慢变白 然后呢 慢慢的拥有 他自己的那种 斑纹 特别好玩的一件事 嗯 其实 感觉我小时候 没有这些东西 我小时候 这些东西 应该能挺喜欢的 长大了之后 嗯 怎么说呢 只要是你喜欢的东西 不管是什么时候来 拥有它 其实都不晚 嗯 什么时候养都挺有意思的 换一个角度来看一下啊 小时小残就像 小毛磨虫一样 在雇佣 其实我们 如果把它放大放大再放大 还能看到身上有一点 有一点点毛 不过长大了之后就没有了 其实这个视频好像就一直在围绕着这个奇怪的毛来说啊 没有什么太特别的意思啊 说是蚕蚕神上长的毛 那么 这个视频呢 就差不多给大家带到这了 喜欢的话 千万不要忘了来一个推荐 猜料 Reclaim Children 多点一点 然后呢 这个养残的日常就能跟着更频繁一点啊 这个东西嘛 就是要持续的看 看他们从小长大 这样特别有意思 咱们就下次再见吧 大家拜拜